冰箱里还有冷冻的吐司面包 想介绍一个超级简单美味的吃法给你们 冷冻的面包稍微复烤一下回软 用擀面杖擀成薄片 把四个边都切下来 再重复一次这个操作 边角料可不要先扔掉哦 面包片准备好之后 我们打散一个鸡蛋备用 在吐司的一边切上粘个口子 像视频里这样操作就可以了 再来重复一次 两片面包都是一样的操作哦 在每一片面包上都涂上一些奶油奶酪 再放上一大勺蜜豆馅 这个是我上次找着小高姐的方子做的一个低糖版的蜜豆馅 接着就是在吐司四周涂上蛋液 然后把吐司合起来 用叉子把边缘按紧实 就变成了一个蜜豆派了 看起来是不是还挺像模像样的 最后把蛋液刷在表面 用空气炸锅烤个六七分钟 或者用烤箱也可以 烤到表面的蛋液都酥脆金黄就好了 生理期的早上想吃一点暖暖的东西 我还煮了一个酒量炖蛋 我是直接用超市买的瓶装的酒量 在开水里面快上两大勺 再敲一颗蛋进去 用小火盖上盖子慢慢把蛋煮熟就好了 这是我小时候特别喜欢吃的早餐 以前家里人还会放一些汤圆粉子进去 我们的吐司蜜豆派出炉啦 因为所有的食材都是熟的 只要把表面的蛋液烤到金黄就好了 配上几颗红红的小番茄点缀一下 刚刚剩的面包边边搅料也不要浪费哦 把剩下的蛋液裹一裹 撒上一些芝麻 然后也是用空气炸锅烤一下 就会变成超级酥脆的小零食 边搅料先放锅里烤着 我们来吃早餐吧 其实这也是我第一次尝试这个食谱 但这个搭配确实惊艳到我了 奶酪带着一丝丝咸味 蜜豆又带着丝丝的甜味 搭配在一起特别的妙 并且它们的口感都是那种软弱绵密的 刚刚烤的面包边边搅料也好嘛 我这个没有烤特别久 没有完全的烤干烤脆 吃起来还是有一点柔软的 如果喜欢吃那种脆脆的像饼干一样的话 可以把它完全烤干 非常简单的食谱 如果家里有剩的吐司 你们也试一下吧 红豆馅可以混成任何其他的果酱 或者你喜欢的馅料都可以 充分发挥你的想象力吧 如果你也试着做了 一定要评论告诉我哦 我们下个视频见吧 拜拜 我们下个视频 对